以前每一年都是在说要 欢迎回家那回家这个概念就应该要有 吃喝玩家里人都聚在一起做什么都行 哈喽花花又见面了你的老朋友好主队长 好的哎呀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作为第一批客人来到你的演唱会的现场 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现在准备的已经差不多了就是在走一走喂啊试一下服装就差不多 对相比二一年表现演唱会这次有哪些创新来我们最大的创新就是我们的舞台了 二一年做的是一个桥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很长的一个桥 今年我们是做了一个环很像一个星球的感觉宇宙里面的一种文明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台上每一块都是会动的 它不是固定的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装置 到了晚上能完全感受到这个舞台是挺贵的一个舞台对 每一个都是大的LED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新的一个舞美设计我们会在舞台上打麻将对 跟歌迷一起互动啊然后会一起来玩这些游戏 我觉得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当初为什么会想让来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同时满足好听好看好玩这三种体验 因为我觉得我的演唱会以前每一年都是在说要欢迎回家 所以我觉得更让来看演唱会的观众感受到所谓真正的欢迎回家 真正的那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 所以我就觉得那回家这个概念就应该要有吃喝玩家里人都聚在一起 然后做什么都行所以这一次也就把它做得更加的像回了家的感觉 那从开始筹办到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这过程中有哪些你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成就感我觉得是把我们这个演唱会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时候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因为这里一开始是一片空地的什么都没有 土建开始打地基然后搭舞台甚至草坪都是我们现铺的草 就是想把它做成一个露营的感觉 当所有的舞台搭建起来之后整个环境都做好之后 这个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接下来就只是说期待我们演唱会能够成功 当结束的那一刻我觉得才是最有成就感的 对 为什么会选在杭州 我们在21年的时候很多江浙湖地区的人是在已经票已经买好了 但是可能提前一天突然通知没有办法来来到演唱会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的首站其实可以定到杭州 我觉得它很多地方都像画一样 非常适合春天三四月份的时候开演唱会的这么一个保地 对所以我们第一站就最终定下来是杭州 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小红书的朋友们说的话 希望大家来演唱会 来火星能够玩的开心 嗯 小红书 嗯 嗯 嗯